然后好多人其实都不太看好 就我身边的一些人 他就说哎呀你这个想法是很好 但是你祖父的信息太少了 就是这么零零星星的一些碎片化的信息 你怎么可能把它凑成一本书呢 这个我觉得是不行的 几乎我当时遇到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然后呢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把握说 我一定可以做到 然后没有去做起来的时候 也不知道会挖掘出头的东西 但是我当时就是有这么一个不信邪的观念 我说我不太相信你们说的 我自己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一念之差 就人的这个脑子里的这个一个念头 其实你说也没有什么客观上的东西 但是那个我觉得影响很大 我觉得等到我当时觉得说 我觉得我可以做 这件事情就等于这一个坎 跨过去了以后 我觉得接下来的都是一些具体的 都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当时这个思想上面 理念上面没有跨过这一坎的话 那这本书可能就 今天也不会由我们这样 我来上这个偶像节目这件事情了 那么今天你一个女性 你自己是一个女性 你是一个21世纪的女性 对不对 你从你的角度来看陆小曼 你觉得她会是一个 她是一个怎么样子的 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 你会怎么样子来理解她 你觉得 各位朋友你好 我是史东 我想您现在一定关心了很多的现在的世界大事 全世界发生的事情 全世界发生的战争 我们在节目中也谈了不少 那么今天我想把这个角度换一换 我想把这个时空呢 带回到一百多年以前 在一百多年以前呢 我想和您谈谈了 在中国发生的一件事情 非常荣幸在今天节目中呢 我和这个故事中的 当年的主角和这个孙女啊 连上了线 那么最近呢 她的孙女就为她的父亲 当初的情况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非常的精彩 讲到这儿呢 废话少说 我就把今天在节目中 我准备为您访问的主人翁呢 为您请过来 最为主人翁的名字就是王东霓 东霓 非常谢谢 非常欢迎 谢谢 谢谢 谢谢史东先生 我就是之前联系的时候 就已经跟她说过了 我是因为家里长在湾区 从小就是看了她的节目 是今天上了偶像的节目 所以感到非常荣幸 然后也跟观众们问好 谢谢 谢谢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个被人家 这个形容为偶像的这个经验了 所以说 我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今天能够在这个空中呢 跟你碰到你 特别是我们时差的关系 你现在在德国对不对 对 目前在德国 那么这个时差呢 跟我在湾区呢 是相当的难得了 再入主题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什么 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我现在身边有这样一本书 这个书的名字叫 《江河行地 海浪无声》 是属于 确实比较长 然后比较少见的一个 这种双排的一个书名 我看了这本书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 江河行地 海浪无声 你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印象 对 我确实想通过这个 书名能够表达一个比较宽广的 然后一个比较诗意的主题 因为虽然是我写这本传记 所以在题材方面 它已经有一定的限制 是围绕着我祖父的一生 但是我因为有学过历史 所以我在他身上呢 又看到很多时代的元素 所以我希望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呢 不单是记录一个追踪一个人 他一生非常有起伏的这样的一生 也能够看到这个时代的浪潮 然后我觉得特别是我祖父过 经历过的这个 差不多50年吧 是中国历史上非常 动荡起伏的岁月 然后我觉得 而且他这一生的经历非常丰富 他去过美国 然后最后又葬在了埃及 然后我觉得有一天我在那边 回想他 就是在脑中回想他去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些地方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是像一个 像一个江河一样 有一种很大的流动性 他不是被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经历能够含带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丰富性 然后他的流动性 是需要一个比较贴切的书名能够带出来 然后我希望大家看的时候 除了对他这个本身自我的一个个人体验的一个关注以外 也能够关注当时这样一个朝代 我觉得在您刚刚提到这个动荡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一直到后来的 我觉得将近100年了 都是中国人的动荡期了 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谈的事情 是一个大时代之中的一个小故事 而反映出来了当时大时代之中的一些 一些冷暖 一些人情 对不对 我借我手边的一些资料很快的把你的情况 让观众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不容易把这画家子打开 这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他说几年前呢 住在德国的自由写作者王东宁就是你 接到了你母亲的一个电话 在电话里面呢 母亲口气非常急切 她说在网上了 就是你母亲在网上看到了一些 有关于民国的一些故事 其中涉及了您家中的一些亲人 她说这个内容呢 是胡乱编造的 在母亲发来的视频里面呢 你就是王东宁呢 看到了民国诗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情的传奇 也看到了当时一个熟悉的名字 王庚就是您的主妇 对不对 他是第三批庚子赔款的留学的 留美的学生 而且在视频中也提到 王庚是从美国西战军校毕业的一个民国军官 是一位青年才俊 那么他的妻子就是有名的陆小曼呢 后来出轨了 出轨和这个诗人徐志摩在一起 那么您的这个祖父呢 备受打劫之后呢 仍然痴情不改 欲语而终 这是文章所写的 欲语而终 那么然后呢 您的故事谈到您 说王东宁呢 感到急效皆非 因为他就是王庚的后人 就是是你的祖父 他是王庚的长子 王兴安的第二个女儿 王庚的亲孙女 虽然他是一个八十后 没有机会见到这位 早在1942年就去世的祖父 但是没有人能够否定 他们家族的存在 也似乎呢 为了帮家人澄清这些问题 王总你开始寻找 发布这些故事的人 开始真正的操作起来 他才发现 这个很难很难做到 这就带到了这个 您的故事的开头 以及你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 然后我也更有兴趣的是 你写这个故事之中 你经过了些什么 你遭遇到一些什么样子的挫折 或者什么样子的感觉 这个问题很大 随便你从哪一方面 开始聊都可以 您帮我们聊聊好不好 好 非常好 对 确实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个比较 可能技术性的问题 因为我母亲在网上看到了一些 反正就是非常不真实的传闻 就是说我祖父 因为一直对陆小曼念念不忘 所以他就终身未娶 然后也没有后人 所以一开始 我当时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部分是因为受我母亲所托 他说这个消息太不正确了 对不对 因为明明是后来我祖父又再婚 然后又有子女 然后又有我们 然后我们这个王家 还一直到了我这代还在 所以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比较 比较简单单纯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更正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就发现 随着我对我祖父的一些研究 然后一些了解 我就发现他的生物 他的里面 就是在这个研究方面 我发现他对 我跟他过去在家族 通过家族的信息里边 了解的这样一个人物 非常不一样 如果通过他 后来决定写这本书以后 我就发现 他是一个非常丰富 非常立体的 跟几乎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我不知道一般人 如果能够看到我祖父的话 一般都是在徐志摩跟陆小曼的 这个描写当中 然后我祖父有这么一个角色 或者是在一些他的那个 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 在这个1932年 他被抓的时候 这样一个非常负面的新闻里边 他的这样一个角色 然后我就发现 这些报道 其实都忽略了 他是一个非常丰富的 这样一个人生 然后他自己有非常 非常多的这种兴趣和追求 就是等于这些报道 把一个活生生的人 变成了一个非常扁平的信息 所以我的另外一个初衷 除了更改这个信息以外 也要把他这个丰富的人生 给恢复起来 然后给还原 还原给历史 然后还有一层呢 就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学历史的 虽然说我学的是古希腊历史 其实差得很远 就之前没有对中国 特别中国近代史 我几乎是没有怎么涉及 所以其实写这本书 这就是个问题 因为我是一个 基本知识都没有的人 从最零开始做学习 就真的是学习 什么民国 什么建立 然后宋子门是谁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 因为后来也长在湾区 所以在学校里 也不是说接触到很多 但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 我觉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自然而然也伸出了很多感叹 对这样一个大历史 因为我祖父 如果仔细看这本书的话 就会发现 他其实里边跟很多 我们比较熟悉的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 都有一些连接 和一些重大的事件里面 都有一些涉及 虽然说都是比较 不是说特别主角性的 但是边缘的 在这些事件的边缘上 它都有一个设计 所以第三层次 也带入了我自己 对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些 可能夹杂了一些 小小的一些见解 或者是对这个历史的梳理 所以写这本书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 三层的这样一个目的 然后这个过程 也是 里面也有他自己的挑战了 我就不能说是最辛苦 因为我写书的人 是很幸福的 你可以写一本 你特别信 特别相信 想要写 就是有这个渴望 然后又是跟你家族有关 然后你还有这个时间 有这个精力 你写书 已经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 所以不能算是苦 但是这个过程中 会有一些小的 一些挑战 就是 其实最大的挑战 我觉得很有意思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那个挑战 跟后来的那些 实际上遇到的难题 都没有任何关系 那个挑战 实际上就是一个 一个信念上的转变 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之前也跟别人交流过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想法 我想写我祖父的一生 然后好多人 其实都不太看好 就我身边的一些人 他就说 哎呀 你这个想法是很好 但是你祖父的信息太少了 就是这么零零星星的 一些碎片化的信息 你怎么可能把它 凑成一本书呢 这个我觉得是不行的 几乎我当时遇到的人 都是这么说的 然后呢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把握说 我一定可以做到 然后没有去做起来的时候 也不知道会挖掘出多少东西 但是我当时就是有这么一个 不信邪的观念 我说我不太相信你们说的 我自己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一念之差 就人的这个脑子里的这个一个念头 其实你说也没有什么客观上的东西 但是那个我觉得影响很大 我觉得等到我当时觉得说 我觉得我可以做 这件事情就等于这一个坎 跨过去了以后 我觉得接下来的都是一些具体的 都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当时这个思想上面 理念上面没有跨过这一坎的话 那这本书可能就 今天也不会有我们这样 我来上这个偶像节目这件事情了 很有意思 我在这儿稍微这个打断一下 我把话题带开一点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话题带开 我觉得如果观众看到今天的访问 看到这里他们一定会有疑问 这个疑问我就带观众问出来 你的中文为什么这么好 你的这个中文的程度为什么这么高 因为我看了书里面的文字文笔这些东西 我想这个问题必须要你先帮我们回答一下 我对我是一直对中文挺感兴趣的 我自己会看很多书 然后呢 我在湾区也有上中文学校 然后主要就是 其实我讲出来就是有点这种 歪门斜道的 因为我是觉得我中文 肯定不是这种很系统的训练 因为也没有这个条件 就是我会看很多 我那时候还看很多金庸 所以我觉得史先生不要说我年轻 这个暴露年龄的问题 我看很多这个武侠小说 看得很激动 我还有一次记得那时候金庸去那个Colorado玩什么的 我还专门趁飞机去亲眼去目睹一下这个偶像 然后我看然后我看很多连续剧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历史的人 所以我看很多这个古装片 然后呢 当然这个问到这个方面了 我也不能说完全遮掩 就是说这个写作过程中肯定是有很多编辑 然后文字上肯定是有人帮我修改的 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兴趣 就这个如果是我没兴趣的话 就别人抓着我打着我 对我爸妈逼着我我也学不来 我要是有兴趣的话 他们不给我学 我自己也可以学过来 嗯 我想讲到这儿也要跟观众交代一下 今天我们访问的对象呢 是一个照中国人现在的说法 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学霸 对不对 没错吧 对不对 你是Stanford 你是UC Berkeley 对不对 你这一路走来 是一个很多 特别是中国的家庭 中国的家庭的父母 特别希望自己的子女 你能够走过的路吗 不是吗 怎么说呢 就是我特别是我写了这本书以后 我就觉得我跟学霸 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要说我爷爷是个学霸 那个是百分之百 对 我觉得我真是看过了他的经历以后 我觉得我真的谈不上学霸 这个事情 因为我对学习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有的时候是处于是一边玩一下 然后学一下 然后混一下这种状态 然后我就看我爷爷是真的是 那个是每一分钟都在刻苦学习 然后是从那种心里边的那种热爱 然后我在我爸爸身上也看到 我爸爸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有点这种书呆子型的 就是他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就是你平时以前在家的时候 你没事看他 就是大家以前都知道说这个 我爸爸就是王兴安 但是没事就是捧着一本书 这个是他的一个印记 但是我不会 我觉得我其实还有蛮多喜欢玩的东西 还是有的 然后读书是一半靠运气 一半靠混 所以这个跟学霸是谈不上 混也有混的道理 能够混出来一个名堂 也就是一种霸了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话题再忘回待 因为我把话题带开了 您谈到这个有关于这个 写这本书的动机 以及你希望能够表述一下 你写这本书在研究的过程中 你所遭遇到这些经历 有没有一些好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特别是有关于或者挫折 或者是兴奋的地方 或者是怎么样 给你分享的 和券 也是 往", 何 пром ự 场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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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а